欢迎收听我们家的睡前故事音响版 我是小妹妈妈 上一集我们说到了 不太能够好好操作魔法的罗瑞 为了精进自己的技术上学去了 他要读的学校就是好有名的那一位 仙杜瑞拉的神仙教母做校长的 BBD-BABD魔法学院 而这一所学校还是用大南瓜变成的哦 今天罗瑞能够顺利的入学吗 BBD-BABD魔法学院一 罗瑞和乱七八糟的咒语 终极 文凯利乔治 图罗雷娜阿尔瓦雷斯哥梅姿 小光点发行 有力强壮的鼻棒 就能实现所有的梦想 这地丑人好深游 你就体肥了通头 BBBD-BABD-BABD-BOW 校长挥舞着魔杖 各位同学 现在是见证魔法的时刻咯 话一说完 刚刚漂浮在空中的大南瓜 就变成了一所 好大 又气派 看起来还好神奇的魔法学院 哇 这真的是太棒了 罗瑞心里想 如果他自己也能够像校长一样 说出正确的咒语 那该有多好呢 说不定 他也可以变出一所那么漂亮的学校啦 而就在这个时候 罗瑞身边 有一位绑着公主头 穿着像花朵一样漂亮裙子的小女孩 哼了一声 这完全难不倒我 这一位小仙子说 他还顺势甩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就像花轮鸟 他跟在场所有的仙子们说 你们看 我能够把这一颗种子变成一颗南瓜哦 小仙子拿起了一颗南瓜种子 接着就说出了咒语 哎哟 结果这颗南瓜种子 没有像校长变得魔法那样 变出一所魔法学校耶 它甚至是 连一颗正常的南瓜也没有变成 它 它被变成了一根 长长的 扁扁的 腌南瓜了 变腌菜了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 想象很丰满 但是现实很骨感了吧 虽然实在是差了很多 可是这位小仙子啊 还是让罗瑞感到印象深刻 那是塔蒂亚 他喜欢每件事情都抢第一 有一位闪闪发光的仙子 靠近罗瑞并且偷偷地低声说 你好啊 我是麦魔风 麦是小麦的麦 魔是魔法的魔风 是密封的风啊 麦魔风 但是你叫我小麦就可以了 罗瑞好高兴哦 这个女孩子是她来到魔法学院 交到的第一个朋友呢 她也赶快跟小麦自我介绍 她叫做罗瑞史拼顿 原本还想要多聊两句的 可是校长可没给大家这样闲聊的机会 老神仙教母 跟同学们眨眨眼之后 再次挥动了魔杖 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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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手一挥 所有的学生就瞬间移动到了魔法教室了 这真的是太神奇了 罗瑞仔细地环顾四周 还闻到教室里面有橡皮擦和南瓜派的味道 这个时候她发现 每张客桌椅上都放着一套破旧的衣服 这个舅舅破破的衣服 是要拿来做什么用的呢 但还没等到罗瑞或是其他同学提出疑问 校长就 砰的一声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闪烁着小小亮光 这一闪一闪的小点点 就像是一只小小的萤火虫一样 在教室里面绕啊绕 绕着同学们飞来飞去 接着 咻的一声之后 这个像萤火虫的小光点 突然变成了一位仙子 这位仙子穿着蓝色的斗篷 盘起了长发塞进头上尖尖的蓝帽子里 她还是像刚刚萤火虫时期一样半漂浮在空中哦 不过她的表情看起来比校长要严肃多了 这一位仙子跟小仙女们自我介绍说 她是大家接下来的基础魔法学老师 基础魔法学哦 她的名字叫做美与女士 美丽的美 羽毛的羽 美与 美与女士 这个名字真的很适合她 因为她看起来就像是一只漂浮在空中美丽的蓝色羽毛 美与女士向小仙子们进行了一段简短的解说 她表示 未来在基础魔法的课堂上 大家都会学到怎么样一眨眼 就将高丽菜变成蛋糕 或者是把普通的鞋子 咻的一下 变成一双灰姑娘穿的玻璃鞋 不过那些都是之后的事情 现在他们要先把这些放在桌子上面的旧制服 变得焕然一新 成为大家的新制服 于是在她的一身令下 学生们纷纷举起魔杖 刚刚那位变出烟南瓜的小仙女塔蒂亚 是第一个 她举起魔杖 哇 完美 塔蒂亚变出了一套漂亮的制服 接下来是友善又亮晶晶的小麦 哇 完美 而且小麦变出来的衣服跟她一样也闪闪发光哦 轮到了美人鱼仙子奥菲利亚 她轻轻地挥动魔杖 哇 衣服完美地覆盖在她的鱼尾巴上 这间学校不只收女学生 也有好几个男学生哦 神仙教铺练习生塞勒斯 也挥起了她的魔杖 塞勒斯不但轻轻松松地 变出了新制服 还在制服的领结中间 加了一颗星星耶 终于轮到罗瑞了 罗瑞好紧张哦 毕竟她之前都没有接受过 正统的魔法教育啊 自己在练习的时候又那么常出错 不过她还是鼓起了勇气 抬起手挥动起了魔杖 罗瑞一边心里努力地想着 新newnewnew这个字 并且说出咒语 哎哟 罗瑞没有变出新制服哎 而是变出了蓝色的制服 而且不止制服变成蓝色 而是全班所有人的衣服 通通都像是被蓝色的水彩 给泼了一身呢 包括墙壁 不对 连天花板也都是蓝的了 现在他们就好像是卡通蓝色小精灵一样 从头到脚通通都变成了一片的蓝 只有罗瑞的脸颊不是蓝色的 而是因为觉得丢脸 而仗成了鲜红色 梅雨老师很不高兴 她现在整个人真的是好蓝好蓝哦 她本来就已经穿蓝色的了嘛 现在就更蓝了 看来 罗瑞并没有让梅雨老师留下好印象 好在梅雨女士只是轻快地说了声 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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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就恢复了原状 还顺便搞定了罗瑞的制服 梅雨女士提醒全班同学 不管大家原本的程度是怎么样的 都必须要付出努力 才能够使奇迹发生 而在这星期结束之前 每个人倒完成一个魔法作业 魔法作业 这份作业的内容会是怎么样的 罗瑞真的好想知道哦 就在同学们纷纷举起魔杖 想要问问题的时候 下课钟响了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梅雨女士说 校长会告诉大家更多的细节 现在就请收起魔杖下课了吧 罗瑞叹了一口气 收起魔杖 他的魔杖还是蓝色的 他刚刚自己变的嘛 可是他什么也没说 值得庆幸的是 罗瑞的寝室房间不是蓝色的 而是绿色的 因为他的房间位置 就在南瓜学校的地头啊 地头是绿的啊 等他拿到课表 吃完晚餐之后 就回到了这个房间 这时候 他才发现了一件更棒的事 那就是 罗瑞是跟小麦同一间寝室哦 两斤斤的小麦 说话的速度 跟他挥动翅膀的速度一样快 他也对室友 竟然是罗瑞这件事情 感到又开心又兴奋 就在这个时候 晚上的山里非常有趣 罗瑞的行李箱又唱起歌来了 小朋友你们还记得吗 上一集 罗瑞的行李箱 不是被他施了一个 失败的魔法吗 结果这只行李箱啊 一路上都在不受控制的 自己打开来唱歌呢 噓 罗瑞试图用魔杖 让行李箱闭嘴 因为这实在是有一点糗 不过更糗的是 他的魔法一点也不管用 这变来变去 行李箱啊 还是一直在开心的唱着歌 诶 你的魔杖是蓝色的吗 小麦看到了罗瑞的魔杖 他不晓得这个是 罗瑞上课的时候 不小心变出来的 他还以为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造型 或者是设计呢 小麦啊 感觉好羡慕罗瑞 有一根蓝色的魔杖哦 妈妈被刺掉 我也被刺掉 啊啊啊啊啊啊 罗瑞的行李箱又唱了起来 让我来 小麦挥动他手中的魔杖说 热了 行李箱终于停止唱歌 罗瑞好佩服小麦哦 看来除了自己以外 同学们的魔法程度都很不错呢 轻轻地躺入 温暖地被窝 在我们家的水浅故事 在我们家的水浅故事 慢慢听你诉说 爱哭的公主 爱生气的小怪兽 也拉喷他的绵羊朋友 最后相见都没有 魔法学院真有趣 还有他们的课程也好有意思哦 不过现在对罗瑞来说 他心里的阴影层面 还是大过于兴奋的 罗瑞是一个有着 拼写障碍问题的小朋友 拼出正确的英文单字 对他来说是一件难度很高的事情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 在心里拼出正确的单字 就没有办法变出正确的魔法了 没有办法变出正确的魔法 就不能成为罗瑞心中梦寐以求的 神仙教母啦 这该怎么办才好呢 罗瑞该放弃他的梦想吗 下个星期一 我们将会继续为小朋友播出 BBDBBD魔法学院的最后一集 也请小朋友一定要准时收听哦 我们下星期见 拜拜 亲亲亲亲亲亲我最爱的妈妈 晚晚的眼睛啊 就像天上的月亮 宝宝宝宝宝 我最爱的爸爸 用力强壮的鼻棒 就能实现所有的梦想 陪我在梦里飞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